華人EMBA聯合會 尤其十經大學的新聞 共同來新立的新聞 又達到六百歲 其中三球隊今年頭一拜 來基盤的公益賽事 目的深圳面期待優秀的學生 中作金 也說落實到企業社會這點 當時也變得表現優秀的學生 來到大來區的小球場 可以看到現場非常熱烈 這來打球的選手 都是華人EMBA小球隊的新聞 他們今年收到古板公有賽事 希望頭過比賽 讓更多人關心新住民 在台下的表現 那我們今天辦這場公益盃的挑戰賽 就是為了要讓小白球傳愛到偏鄉 然後讓愛無距離 我們就是要響應關懷 我們新住民二代的基歐生 才辦這次活動 而且要落實我們在課堂上 讓大家所學的CSR 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這是我們要去落實 不是只有在課堂上的一些口號 所以說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次的活動 能夠讓大家更關注 更關懷到我們這些非常非常優秀的 新住民二代的基歐生 這次除了EQ活躍 主辦單位也不接了30萬的鄉做學金 準備辦法讓大家表現優秀的學生 也希望拋鑽應用 讓更多的生新團體和企業 共同來關心 我們這次募集的一些款項 在30萬 然後要關懷我們這些的 100位的新住民二代的基歐生 今年雖然是第一次的 九百安內的公約比賽 但這次的活動也非常好 主辦單位也要的科魯每年 西修來九百 期待新尾卡拉丘隊的傳統 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既假過不易 大來哭 彩虹不得 至少